在教练指导下 球员运球通过障碍物后完成上篮动作 这里是级容室传统篮球迷校正兵国中 在8月9号宣布疫情降级解封后 恢复正常训练 不过相关防疫措施还是不可少 包括球员全程戴口罩练习 篮球等运动器材定期消毒 将近50名球员更分批进行训练 将场上受讯人数减半 目前因为疫情还是在二级警戒的部分 那我们学生到学校练球的状况 因为一开始进来我们先量测体温 然后所以请他们用肥皂洗手 然后用酒精手消毒 那练球练习的时候 我们会要求学生要把口罩戴好 确实戴好 然后练习完结束 那我们在器材设备这边 那也都会在进行消毒的部分 因为我们就是用漂白水来进行消毒 一般不管是运动团队 在寒暑假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训练的时期 那因为前面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能用线上的方式 维持学生基本体能 那一直到了8月9号之后降为二级 我们才开始做实体的训练 那基本上我们希望能够赶快让孩子 恢复到这个原本正常的训练的状况 面对高强度的训练 戴着口罩练习 让每位球员都气喘吁吁 不过比起线上课程 这群国中篮球员还是比较喜欢 能在篮球场上实际进行训练 相表示 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让球员练球时间大减 不过在大家齐心努力下 有信心将这几个月的差距追上来 提升正兵国中篮球队整体实力 未来在篮球场上争取更好的成绩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道